三度中风的王梅英 肢体不是那么方便 居家环境已好些时日没有整理 志工动员协助 原本就不良于行的她 四月初还不慎跌倒 导致右半边手脚瘫痪 失去生活自理能力 也影响了语言表达 女儿为了照顾母亲中断的工作 最近好不容易重回职场 因此经常加班 对家务才有心努力 他讲 然后我们就会问他 你是要叫我们打扫 他讲 可是问题是我们没有那个时间 没有那个力 有那个时间的时候又很累 所以就很感谢你们今天帮我们打扫 为了帮助他赶紧恢复健康 志工也找来物理治疗师 教他正确复健 并协助安装扶手 让他能安全入侧 教他做一些运动 让他的这一些关节 给他疏松一点 然后也希望说强化他的肌肉 让他没有这么容易的跌倒 家房过程中 还有慈禧照顾护养福全加入 之前他因工作意外 头部严重受创 好不容易熬过了漫长的腹腱 身体渐渐康复 这一天他也用自身经验来分享 你看他的头子 以前这个脑受伤 肚子很酷 杨福全的经历 让王梅英对恢复健康更有信心 也期待早日能像他一样走出病苦 跟着志工一起付出 大家新闻知识美志工 吴汉璋 武林文 马来西亚报道